经历了227事件的影响 肖战在公共世界消失了两个多月 直到4月25号新歌光点上线 才算再次走向台前 仅仅11个小时 该手新歌就在三大音乐平台上 累计销量突破1375万张 销售额超4000万元 不仅销量爆表 光点在多半张的评分 也一度达到了10分 满分逆天的表现 表面上光点是销量与口碑齐飞 但其实网友们并不买账 表示这就是粉丝的神操作 面对十分满分 这样显然并不真实的成绩 被销量和口碑再次推向热搜的肖战 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观点就在汪叔有毒 您接着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汪叔有毒 我是评论家 批评家汪海林 肖战出了新的单曲叫光点 这个一出以后出了什么丑闻呢 就是说 他出了以后变成十分 他们的解释是 逗半局的后台出问题 但是也有网友说 就是说上一次豆瓣出问题 也是跟小战有关 这个事呢 其实也激怒我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十分这个事 一个销量的问题 这个血厨超过了周杰伦 在海外也引起了轰豆 国外的网友都蒙了 总之不是一个好的轰豆 更重要的一个 就是课金的问题 我们大量的未成年人 被他们的这些本头要求 至少要买105张 工作了你得买1000张 这个就有点这个洗脑 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我一直反对这个对未成年人进行这个课金 买一张就行了 你又没挣钱 你这种情况下你花谁的钱花父母的钱 而且很多是未成年的心智不健全 这种情况下买了很多 那么当然我看注意到他的工作室有一个声明吧 希望大家能够离心的支持 他的工作室这个态度我认为是好的 是积极的 面对一些情况呢 肖战自己要出来发声 在一个他工作室出来要发声 要去引导他的粉丝 尤其是很多的未成年人 当然也有这个网友跟我说 表面上说是理智 但是下面粉头呢 大粉呢 还是要求这个大家都买 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唱双簧 我个人是更希望从正面去理解人家工作室的这个后遇 我觉得人家也是真诚的 有人也来跟我解释说 其实大多数70%多的是只买一张 但其实20%多重复购买的人 这个比例很高啊 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这个课经的问题呢 我一直呼吁也是有关部门而引起注意 我没听他那个歌啊 我看了他那个歌词 因为从我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角度上一看 这个他的歌词上写得很差 这个属于中学语文没有过关 我们就忍不住了 我们就说他应该改一改啊 那他开开玩笑 这是一个游戏制作啊 游戏制作开玩笑 而且我看到这个小赞相对何炅道歉 具体什么原因大家自己看啊 他的粉丝有的时候啊 攻击别人的时候啊 他觉得这个XX他还是得罪不起 何炅老师他得罪不起 挺好他要有这个意识 他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要把自己的环境 把智慧国内的人际关系处理好 把这个行业的这个关系处理好 这是对的 同时呢 我很多粉丝告诉我 他们的号被炸 他们有些可能对肖战的歌的问题啊 弹曲的问题 还有客气的问题 他们有提出一些批评啊 但是有些人可能批评是比较过分的啊 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室表现出了很多正面的变化 包括肖战自己啊 第一次出来了啊 在另一方面你看同时他又把那个不同声音的人去炸号 我们不知道这个这个怎么操作的啊 有人认为是他们干的啊 就是说我们的娱乐行业 希望还是大家能够和谐一点 而且呢要容忍对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艺人 有人批评你很正常啊 包括我批评你很正常 你也可以批评我 老有人没事就拿我的作品 说你你你你写那个 你那个写的那个写的不好 可以很正常啊 是正常的 包括你唱一首歌 被人嘲笑也好 被人这个赞扬也好 都是正常 这要正常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去面对这一切 好吧 另外呢也是多一点 二二七事件 二二七事件当中肖战也个人也受了一些委屈 我觉得 但是他的粉丝呢 有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很综合的来看 有很多他们原来做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要去反思 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 谁在那鼓励肖战 希望他能够走出来呢 其中就有我 知道吗 我是真正的希望 他因为他年轻是年轻的演员 不要因为这个事被他把他去击垮了 那也希望他能够尽量的能够重新站起来 能够尽快的付出 但是一付出你看 打个份儿能打成这样 打个十份儿 我真生气了 我看到以后 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要搞成习惯了 这个流量啊 操作这个东西 操作数据 操作那些东西 刷这个量 刷这个销量 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 你就好好唱一首歌 大街小巷都唱你的歌 作为一个歌手才叫成功 不是说一个数字 就说我卖了多少个 你就成功了 这不成功 这很丢人 你知道吗 你卖那么多数字 你这个歌依然没人听 没人唱 你就不是很丢人吗 所以这个观念要扭转过来 最后就是希望他能够各方面 把业务上取得进步 顺利的翻转 而且希望他的粉丝呢 平静一点 冲过来没关系 跟别人啊 何炯老师就算了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 今日头条的账号 再见